1 2 3 4 馬拉高Family 接下來情人節 我們馬拉高Family 會在這個星期日 2月12日晚上8點 開YouTube Live浪漫音樂會 遇到你了 Hello Hi 又是我們馬拉高Family 的時間 高媽媽,看看我今天的裝束 很殘眼啊 為什麼這麼紅呢 當然啦 第一,為什麼我選這件紅色呢 當然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 但是在主題之前 看不記得這件衣服嗎 如果我看開我們節目的觀眾 應該會認得的 因為這件就是高哥哥和高弟弟 最主要是高弟弟選的 高弟弟選的聖誕禮物 沒錯 大家可以看這段影片 如果沒有看過 我這件 我也要說一說 我這件也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好像是有一次我們去 這裡旅行的時候買的 沒錯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從這個圖案 可以認得到 這件是我們上次去到雲頂那邊的 法國村的時候 所買的手信 是啊 如果沒有看過這段我們的影節 又可以看看你的圖 哈哈 又可以看看 那我們今天呢 兩個都穿了紅色的衣服 因為我們是 剛剛在這裡過了 我們在大馬的農曆新年 沒錯 正式過了 沒錯啊 雖然去年的時候 我們都在大馬這一邊 但是因為去年始終都是疫情的時間 變成很多的活動 其實都有帶著兩個小朋友 都沒有什麼去參加 但是呢 今年呢 就真的完全複償 嗯 變成我們今年 真的在這裡 都參加了不同的活動 拜年都多了 沒錯啦 有看你分享的話 都知道我們之前 都去了不同的地方 沒錯 沒錯 所以今天呢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第一個正式在大馬 這裡過的農曆新年 應該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比較起 和在香港那裡過的時候 因為呢 也有不少朋友都會問我 就是 你覺得 在大馬過年 和香港有什麼不同啊 也有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沒錯 因為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 大馬有很多華人 那究竟在那個 無論去吃的東西啊 會做的活動啊 或者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 是這邊才有 香港沒有 或者反過來 香港有 而這邊沒有的一些 農曆新年的活動呢 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 嗯 第一樣呢 一定要說的呢 就當然是吃啦 是吧 大馬美食多羅羅嘛 沒錯啦 就分享一下吃的東西 嗯 那在這一邊呢 其實呢 我們上一次之前 都有介紹過一些 賀年的食品啦 一些大馬的年餅啦 沒錯 我們試吃了 試吃了 還有吃了一些不應該吃的東西啦 又可以看看你吧 哈哈哈哈 就是上次高媽媽 很多人說你很勇敢 是嗎 即是連可能 你們是不吃的那些都吃完 是 沒錯 我覺得很非常之厲害 哈哈 還有是很感受到 各位網友 對我們的關為 就是外戶啦 沒錯 就說你不要再吃了 高媽媽 夠了 不吃得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看 我們呢 試吃這個大馬的賀年食品 沒錯 在這一邊呢 我們就會吃很多的年餅 不同類型的年餅 甚至我朋友呢 他會自己做年餅 他說試過做100款的年餅 是 很厲害 通常這裡的年餅 都是用一個 即是可能是一個膠的瓶 裝著它 裝著它 裡面是不同類型的 可能是我們之前試吃過的一些 可能是黃里酥啦 又或者是花生酥啦 花生酥啦 也都有一些 其實它的味道有點像是蛋卷的 那些雞蛋餅 是 都是一些在新年裡面很常見的 賀年的食品來的 另外當然還有年糕 是 但我想說年餅這個名字 其實我們是來到大馬才聽過的 嗯沒錯 即是在香港呢 我們沒有聽過年餅這一點 嗯 如果我們說餅 可能就會馬上想起 可能是送禮的那些 賀年禮餅 對 賀年禮餅 禮餅 就變了 就不是這一款 很少是 這樣做了 或者是這樣包裝的 其實也很少 沒錯 即是我們會送蛋卷給朋友 嗯 如果是說一些 例如一些禮餅 可能就想起一些 即是 即是 結婚嫁女 禮餅 是的 那些 但好像現在我們 剛剛嘗試介紹的 一些一粒粒的 這樣的年餅 香港就是沒有的 而且這個名字 也是我自己 香港沒有聽過 嗯沒錯沒錯 所以 在香港呢 我們就真的沒有什麼 我們之前在這段片段裡 都說過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吃過這一類的年餅 嗯 都是來到這裏才認識 是的 所以 都很特別這個感受 是的 因為沒有試過 還有這件事 還要是 到處都買到的 即是有些朋友看到我們 你一個應該是 可能是在 一些貨品 在初級市場買的 這樣 其實無論我們去初級市場 或者去一些市場 都會看到很多買賣 嗯 所以是非常之 我想是很 很受歡迎 很普遍 在這裏過年的話 是 還有呢 其實我們上次買的那個 它都說它是自家製的 是 是 我們不是在 就是 那裏買的 沒錯 因為呢 新年之前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 攤檔都會擺出來 是 譬如它都是一些臨時的攤檔 就說 我只是在新年前才擺的 都是自己 家製了些不同的年餅出來 就會拿來買 所以我們都在不同的店家那裏 都買了一些麵餅出來試吃 就是反而 如果是說 在香港 就是好像這裏普及的 我反而想起 蘿蔔糕 是 就是那個蘿蔔糕 芋頭糕 就是無論是專門賣 新年賣的地方 甚至乎一些茶餐廳 都會自己出一些的蘿蔔糕去買 沒錯 就是這個補及程度 在香港來說 就是我想起 蘿蔔糕 芋頭糕 就是這樣 但是反而換轉這邊 蘿蔔糕 芋頭糕 也不是好像香港那樣普遍 沒錯 在這裏 我覺得最普遍的 都是蓮糕 蓮糕就是很多地方都買 沒錯 就是那些焦業蓮糕 但是其他 不是紅色那隻 是膠杯那隻 哈哈哈哈 那隻也很常見到的 很常見到的 不能吃的 不能再自己來吃 有網友說 希望留言之外 你還要看會不會訊息我 可以找到我 叫我不要再吃 對呀 你扔掉它 我覺得是很 好有愛 謝謝大家的愛 真的 後來我真的太硬了 我沒有辦法把它吃 但你健健康康的 OK 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這一邊 其實我真的很想念 蘿蔔糕和芋頭 還有馬蹄糕 有網友都跟我們說 有的 或者有些朋友都說 有的 你去哪裏哪裏 就找到的了 但是在香港 我們不需要想這個問題 香港只會想哪一檔的 蘿蔔糕 是合自己的口味 你找蘿蔔糕是非常容易的 沒錯 芋頭糕也是 馬蹄糕也是 蓮糕也是 不過蓮糕就是 我們叫一底 一底子 通常我們都用一些銀色的石子盤 這樣就可以裝 跟這裏的蓮糕是不同的 因為這裏的蓮糕 通常都是用椒葉去栽金 而且它們是沒有那麼大的 就是我們做的 通常一底 這個量詞太特別了 是雙年才用的 一底 一底蓮糕 學會這個量詞 是比較大的 就不像這裏 通常一盒 好像很小的杯 是比較小 我們通常一蒸一底 或者一煎 沒錯 所以我們在這邊過新年 就會很懷念香港的蘿蔔糕 因為通常一年 只有那一次才可以爽吃 平時去點心吃 都會有蘿蔔糕 但我想無論是意義 或者就是那個份量 你不會去感選 例如你也去過 叫十條蘿蔔糕 在新年吃 是不是有點奇怪 很奇怪 我想說 但是如果是在香港過新年 我們一底一底買回來 或者有些人是自己煮的 我很記得那時候 我小時候 我媽媽真的會自己買蘿蔔糕回來炒 然後自己加些蝦米 臘腸等等 我爸爸也做過這些 去做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 那個味道 媽媽的味道 是 我想來到這邊 特別懷念 我最記得那時候 因為通常你做是不會做一底 當然 一做就可能做十幾 然後全屋都充滿了那種蘿蔔糕的味道 蘿蔔的味道 所以在大馬這邊 蘿蔔味就少了 是的 沒錯 沒錯 另外就是 在這裏 除了沒見到剛才說的糕之外 就是胡桃糕 蘿蔔糕 蘿蔔糕 馬蹄糕之外 就是一些我們在新年一定會有的 那些賀年小食 賀年食品 在這裏都很難找到 例如香港 小口組 那些唐什麼 唐冬瓜 唐蓮子 唐蓮牛 總之把原本的果子變成糖 全部都是 很多 不過我想這首歌 有人創作了一些儀歌 介紹賀年食品 大家可以按一下連結 進去看看 就是我們創創 就是介紹賀年食品 大家可以看看 原來港式賀年食品 原來是這些 剛才我們說的 有很多糖 就是糖類的 糖冬瓜 糖蓮子 糖蓮柚 還有些是榨的 例如小口組 小口組 小口組 我真的很喜歡吃小口組 這邊是不是真的不多 可能也是會找到的 相信 但是就不會在香港也是 你隨時都買到 是啊 在新年之前 如果在香港 基本上你去到 可能街邊的檔口 你去街市附近 都不用在街市裡面 我們街市因為有分乾濕賣 賣在貨品裡 都不用走到街市 外面已經有人擺放了 是在樓時的店舖 賣這些 哇很多很多的 角仔 尖堆 小口組 一定會有 一大袋放在那裡 很熱氣 我們叫很熱氣的東西 會在那裡 那邊呢 就 譬如去超市那些 沒有見過 那另外 就算 我們也很想去浦種 去浦種 去浦種的街市那裡 都比較 是華人買東西 聚集的地方 都見不到 所以我都不知道 其實在那裡買 所以今年 就沒有買到這些 何年的 小食 小食 小口草真的好吃 很掛念 知道 知道 如果有網友知道 哪裏有類似的 就是港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港式 或者是廣東 的賀年食品 你不妨告訴我們 沒錯 讓我們可以 懷念一下 重溫一下這個味道 是的 另外就是 我們除了這些 我覺得賀年的 糕點之外 有一些 在這一邊 他們很流行 新年會吃的 就是撈起 在這一邊 都很著名 基本上大家 新年都會吃的 我覺得是一個活動 沒錯 是的 在香港 其實過去幾年 都有人會吃撈起 但是如果你問我們 我覺得 我們在新年最常 吃到的 反而不是撈起 是盆菜 我很常會吃到盆菜 還有一些有二頭的菜式 哦 是 發財好市 發財好市 就是發財豪市 發財豪市 還有 發財豬手 發財燜豬手 代表 黃菜 橫菜就手 這些 送菜 我就很常會 在農民新年的時候 吃到 是的 我想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 香港過的新年 通常都冷 嗯 如果是 一月二月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 就可以剩下幾度 嗯 所以 會吃一些熱辣辣的東西 其實 團菜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因為會慶祝它 會是 所以可以一路吃的時候 都是熱辣辣的 沒錯 還有我也記得 那時候 我在家 小時候 跟著爸爸媽媽媽 他們煮了賀蓮食品 就是晚上一起吃菜 或者是隨直晚上一起吃東西 那是會有一味就是 腰果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 就是玉丁西近腰果 那我那時候都問 我問我媽媽 為什麼會有腰果 就是因為她笑笑口 就是嚇嚇笑 原來都是一些意頭 或者大家開開心心 就是這個 我想是很 有這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我到現在又很記得 而且吃的東西好像每一樣 都是有一種寓意在那裡 沒錯 譬如我們吃盆菜裡面有蝦 那就是好像笑蝦蝦的意思 剛才說的 發菜 或者是生菜 都會在盆菜裡面出現 生菜生菜 對 都會是吃的時候 好像一路一路 在那裡說 那些 祝福語 沒錯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覺得那個感覺就是 我每一樣都要講意頭 可能在盆菜裡面 你每一樣夾出來的東西 都可以有一些意頭的意思 是 不過我想如果跟大馬這邊的撈起 另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撈起很動感的 是 即是那種撈起 即是我也要立即 但是盆菜你不要硬著 你會拿些熱的 是 即是這個都安全考慮 所以我想是那個 可能文化的不同 即大家可能坐著 在那裡吃著盆菜 在那裡聊天 即是有 是沒有溫馨的picture 是的 即是溫暖的picture 是的 大馬就會是比較動感的 即是一種很慶祝 很慶賀 我想這個分別也是 都很明顯 沒錯 沒錯 除了吃之外 剛才說了很多不同吃的東西 嗯 接著就是衣著 是 我發覺在這一邊過新年 大家真的很配合過新年氣氛 首先就是 在家上都很常見到有人穿華服 是 在香港其實都會穿的 我自己都有試過穿 但是 會不會很尷尬 只限於初一你就覺得OK 是 初二開始都會有少少猶疑 是 然後如果去到初一 初二初三 你就不會再穿這件衣服 你再穿的話 別人就會覺得很奇怪 就會投意二樣的目光 是啊 我想這個也是 因為香港就很 即是我們在說和大馬的分別 就是大馬始終是不同的 國家 或者都多元文化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能就這樣穿著華服出街 平日 不是說六、六、六、七、六 都沒有問題 可能你會看到 可能身邊有很多是印度的 或者本身是馬來西亞這邊的 你穿著他們自己的民族服裝 是很常見的 但是香港就很單一 所以如果無緣無故 可能你穿完小鳳再出街 人家就會覺得 拍眼相給別人 要是出來做model 要是可能要去表演 再不然就不知為何 所以就是為何 剛才高媽媽說 都要有一定的勇氣 才會夠膽穿出來 或者可能只限於年初一、二、三 是的 小朋友的話可能都會多一點機會 因為可能學校裡面 都會叫他們穿華服裝 是的 但大人的話真的相對少見 但是在這一邊 你都會幾常見到 可能穿漢服 又華服 兩樣東西都會有出現 是的 沒錯 所以我想這個是本身 香港和大麥的文化差異 嗯嗯嗯 沒錯 另外就是 我發覺在這一邊 正式過年之前 已經是很多不同賣衣服的店 那些服裝店 都會賣一些 可能印有當季 即是 新少年的服裝 即是T恤那些 那些 讓大家可以應下節 是的 我都發現很多人穿過 是的 因為我們上次去 大家有看片 又可以看片 我們去了佛光山 東仙不止 東仙不止 的燈會 的燈會 又看到很多都是 剛才高馬媽所說的 就是和套年有關的衣服 我想第一個就是 因為先買到 對吧 在香港其實是很少 真的為了當年 即那一年來的套年 而有很多龜套年的服裝去賣 嗯 那不賣就少穿了 嗯 所以變成那個氣氛 未必說是沒有努力新年的氣氛 但是不是 即是 即是 可能大家會想 咦我穿完今年的新年那幾天 然後要等十二年後才再獎 所以那些輝春呢 不要有個兔子養 用完十二年後才再獎 如果想提倡環保的話 就不要有動物養 是的 沒錯 那我想這個都幾大分別 嗯 沒錯 這個就 我覺得是 我來到之後覺得 咦 是的 在香港很少見的 突然間驚覺 這邊比較多的是 那一季的生肖年 他們會印衣服出來 是的 另外跟著說到就是 慶祝的方法 即是 大家住在大馬這邊的話 我相信過去這個農曆新年 日日都會聽到的 就是 煙化 煙化 炮獎 沒錯 那在這邊 因為是可以放炮獎 煙化 當然你要買回政府認可的一些 炮獎或者煙花就可以放 但是在香港基本上是沒有的 是 基本上是如果你是自己放是違法的 違法的 就不給的 所以變成好像對我來說 在香港看煙花是很官方的東西 嗯 如果政府初二放 初三放 那便可以看 不放 那便沒得看 那炮獎也是的 但是炮獎可能有很多 可能算是違法 但是很多人都會 可能在自己的屋邨 會燒炮獎 但是在大馬這邊很明顯是很不同 是因為你會覺得在這裡放 是一個 是明正言順地放的 沒錯 你有放 他有放 家家都放 你買也是很容易買到的 沒錯 就不用想一下怎樣淘寶的跡被人看到 就是香港 就比較要暗地做 因為始終這個不是合法的 但是大馬這邊 就是大家在討論 買哪一隻 是的 買多少 買多少發 可以放多久 是的 就是討論的是完全不同 那個氣氛 晚上就會看到很多煙花在頭頂 就是以往就是電視看的 是的 就是自己家附近都想演煙花會演 沒錯 而且你還感受到煙花的灰 沒錯 跌下來的 原來是很刺激的 是的 就是以往可能是看到那種壯觀 但是你不會真的 親身 就算是親眼看也好 你都是隔很遠 我們不是 在自己頭頂 然後就感受到它爆完之後 那些煙花的灰 跌下來的頭 原來有個重量 就是這一種的感覺 跟在香港就非常不一樣 沒錯 而且譬如駕駛 沿路見到 可能你往遠方 都已經看到有不同地方的人 應該都明顯是不同 住在不同的村子 是不是 在那裡放著 那個感覺就真的 很有那種的新年的氣氛 可以熱鬧的 沒錯 而且你在這段時間裏 可能是 到到你都會看到這個 不同的花款的煙花 然後有人會放炮了 整個氣氛就告訴你 就是好像 全個城市都在那裡慶祝 嗯 沒錯 我想這一樣 在香港就 比較難感受到的 所以 我們 今次 有幸 來到大馬的感受 正式 過這個農曆新年 就很感覺到那種 的熱情 沒錯 如果想過年靜一點 可能在香港就會靜 是的 比較 如果你要比較 比較 怎麼說呢 熱鬧一點的話 走快一點 是的 那就保證大馬 一定不行 一定可以給你 沒錯 沒錯 快點按這個連結 成為會員支持我們 轉向會員福利 喜歡我們馬拉高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請訂閱我們 直到前幾個月 再看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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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前幾個月 那幾個月 快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